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天呢,就变凉了 前几天我给孩子准备了一个便当盒 那也是单程的 我们家的女儿啊,吃饭真的特别特别的慢 她吃到最后那个饭啊,都变凉了 我啊,今天呢,就给她买了这样子的一个双层的饭盒 希望她这么慢嘛,吃的时候能够温和点啊 这个饭盒买来的时候呢,送了一个便当包 那个便当包啊,数量贩上特别的大 所以今天呢,我要给这个便当盒做一个便当包 我面料也裁好了 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便当包的制作过程啊,分享给你们 因为每户人家的饭盒呢,大小是不一样的 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这个便当包的尺寸是怎么来的啊 这个便当包呢,有一个底 那上边呢,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盖啊 这个材料中间呢,是180克的铺棉 这个铺棉的大小就是便当盒子实际的大小 包括这儿啊 然后呢,放一厘米的粉缝 我把里子面子为了增加硬挺度 所以里子面子呢,我现在已经用三厘米的间隔线 把它给扔在一起了 那咱们这个便当包的侧边呢,有这样子的一根边条 为了开合起来方便 那我准备了啊,打算用这样子的一根长拉链 这个边条是两根啊 然后饭盒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侧边 侧边和这个边条整个做好以后 加起来的长度啊,正好是这个盖的一圈长度 它们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我们把拉链边条和拉链呢,组合在一起 今天呢,我做了这样子一根双向拉链哈 咱们这个手工拉链的好处呢,就是很方便哈 我们装上两个拉链头 那它呢,就是一个双向的拉链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拉链啊 放在材料的面子上边 那正面呢,对着咱们正面 然后盖上笔子 我们这样子撤一条 那拉链的这边呢,固定上另外一份 拉链和拉链边条呢,就组合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和我们的侧边组合在一起 方法呢,是侧边的面子和里子 我们夹着拉链的边条 然后这样撤一条线 那这边呢,和我们的拉链边条的另一端组合起来 现在拉链的边条和侧边呢,咱们就组合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便当包的提手 那这个材料呢,宽度4厘米 里边呢,我烫了3厘米宽的一个铺棉 然后我们把它正面和正面相对 然后车住这两条边,翻到正面 提手做好以后呢,我把它固定在盖上了 那盖的另一边呢,我还给它做了一个夹成口袋 这样子呢,可以放放纸巾 这条边啊,离这个毛边的距离呢,是5厘米 现在呢,我把这三份材料啊,组合起来 组合的时候啊,咱们把它们的中心点呢,都对齐 先固定上这4个中心点,这样子就起来呢,更容易 撤好以后呢,我们用包边袋,把它给包一圈 包边包好以后,咱们整个包啊,就制作完成了 今天这个包的特点呢,就是开盒啊,非常的大 孩子拿个饭盒,放个饭盒的都很方便 我们在包的这个位置,做了湿纸巾的夹成 拿取呢,也很容易 包的包度,它是有富裕的啊 我们还可以搁上牛奶和纸巾 那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要帮我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